我有一个孩子 一个女儿 她是出生的时候有点缺氧 她今年22岁了 已经过来这么多年了 一开始肯定是心里面很复杂 也很难过 也很抱怨 怎么会是我的孩子会出现这种情况 孩子也这么大了 她不是说啥也不知道 她也知道 这样的年龄的孩子 她都是在学校学习 我不知道跟她送到哪里去 后来一直都是心里很难过 对她来说她特别开心 她喜欢出去玩 以后她的生活 一直在我心里是这样 是解不开那种感觉 所以我特别特别是想走出来 然后带着她也赶快出来 她那个未来怎么办 这一块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要知道 每个人这一生 要经历什么事情 都是她自己该经历的 那我们作为孩子的母亲 也是一样的 那也是我们应该经历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 无论你想不想得开 它都一定会发生 我们这里来聊个话题 你注意听 我们听她说孩子这些事情 从一出生开始带来的东西 包括孩子成长到今天 你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改变吗 说可以改变吧 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在我们人生当中 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一样 当那个事情的结果呈现的时候 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看看我们当下 还能去做哪些安排和调整 无论你能不能接受 那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 它不会因为说你接受不了 我很痛苦 这个事情就会有所改变 不会的 我们这一生当中 要经历无数次的事情 你说孩子的也好 感情的也好 生意上的也好 包括我们遇到的困难也好 都是一样的 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上 去调整自己 走不出来呢 你就得去慢慢适应 如果你想让你自己 不再那么痛苦呢 你就得尽快地 从你的心念和思维上去调整 这个世界上发生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平的 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不公平的 那我们的孩子出生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一定有他这样的姻缘 所以说呢 去适应着去接受他吧 因为你也只能去接受 那么当我们只能去接受的时候 你就伴随着痛苦 当有一天你的念头 能转过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将不再痛苦 你要知道啊 人和人呢 我们能成为母女也好啊 能成为夫妻也好啊 当我们在经历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说白了 都是我们每个人 可能要承受的东西 所以你不要认为 它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它也可能是一件好事情 只是看你自己能不能想得开 然后我们其他的朋友啊 我们从这里来体会一个道理啊 我们经常讲适应 讲顺从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啊 我们真的不会顺从 比如说我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说他的学习成绩不好 或者我们的事业 或者我们的感情 无论是什么事情 我们只能坦然的接受当下的这个状况 你会发现其实就在一念之间 就像昨天这位女士讲的时候 其实她现在并没有那么痛苦 那说明什么 她已经开始接纳了 她已经开始顺从当下发生的这件事情 那你看接下来一路 她就会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 你这样看的话 好像你生活当中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事情 实则呢 其实我们真的是庸人自扰 我们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可以被改变的 但是前提呢 你得懂得去接纳和适应它 当你去不适应的时候 你不停的去对抗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产生痛苦 那比如说我用她举例也是一样的 说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它可能由于大环境 那它可能不太盈利 对吧 但是我们那天讲的规律啊 我们说风吹夜落 风不吹那个叶子也会落 那也就是看似影响你生意的是大环境 但实则并不是 那影响我们生意 让它变得不好的是什么呀 是什么呀 是我们得没到的 对 就是说白了 我们不该得到那么多 所以你看到的是什么 口罩的问题出现了 然后大环境不好啊 影响了我这件事情 其实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 它是表面因素 那你会发现 那在这个时候 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有没有人逆袭啊 有 那大多数人是不是都往下落 而少部分人在逆袭 我告诉你 落的人都是该落的 逆袭的人都是该逆袭的 它背后呢 就是道和得的规律而已 嗯 那我们再讲 那我们说 那这个姐姐发生的事情 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你看似好像是我 好像我不太幸运 所以从小这个女儿 发生了这个事情 实则并不是你幸运和不幸运 而是我们自己这一生 就该经历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再比如说 有的人说感情分开了 也一样 你觉得好像是对方 是个渣男 或者他是个渣女 好像我很不太信 我遇到了这样一个人 所以导致了我今天的生活 但实则并不是 其实跟他的关系并不大 就像那个风吹夜落时一样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明白这个道理啊 你发现什么事情都不会计较 什么事情都可以看得开 你慢慢试着尝试去接触他 就好了